在這陣子我示範一下怎樣去練聲 其實我跟過好幾個老師 是交學費最多 我彈琴只學了一年 跟過幾個老師 但我一直連攝錄了其中一個老師 叫葉錫安 他彈琴很有節拍 我後來加增了不同的節拍 反而學不是那麼多 但唱歌就唱得多 其實很多時候人們唱歌在說話 對於說話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留意到我說話的聲音 就算我不用麥克風 你會留意到周圍都有聲音 唱歌也是一樣 這就是共鳴的聲音 共鳴的聲音怎樣練出來 就好像打陷路 大家可以站起來 大家站起來 你站起來 你先看我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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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到真的好像打陷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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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只看我 不要跟著我 我叫你跟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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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音是空腔的共鸣 高音是头腔 中音是面罩 你发觉面周围有声音 在上高 冲的气 在上高 下面 如果没有空腔 声音是厚了 丰富了 唱歌的感情表达多很多 在家里练习 第一 不要练到喉咙不舒服 放松来练 打喉嚕 你留意 这些声音要在上高 什么是在下低 我示范给你听 在下低 在上高 每一个音唱的时候 我示范五个响音 全部在上高 如果下来会有什么效果 是否听到上下的分别 要在上高 你听到声音 冲上去的气 现在比较难去练到 但我想大家去打喊嚕 真的好像打喊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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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声出来 嘩 那些气 冲上去 冲向前 和冲向上不同 是冲向上 不是冲向前 冲向前 是这样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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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冲向上 嘩 嘩 嘩 有回音 因为这个地方有回音 这个地方有回音 嘩 练气 练气 练气是这样的 很多人 就说用丹田的气 其实丹田的力 不是丹田的气 气是处于肺 因为你用丹田的气 储存 你一出 一出便出光 是将肺部膨胀 但是不要提起肩膀 放松的肩膀 膨胀 膨胀 膨胀之后 尽量不要放气 你看看衣服 我学的时候 有个老师 他找个镜子在前面 看着镜子 唱的时候 尽量的衣服 不要那么快去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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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rate 继续气 这个很快 如yer poster 做空 嘩 没有气 就是不躁气 就是哩 過去一句 要挺好吠 肺 去练 肺该练 一边 忠量 三上一声 嘩 这也 energy 硬張著 練習是要向上方 這裏有沒有人想嘗試 我告訴你你能否做到共鳴 投腔有沒有人想嘗試 譬如有些人想嘗試 你出來吧 你嘗試唱 就唱這個 啊啊啊這個音 我現在分析他的聲音 不要介意 第一 他用了假聲 什麼是假聲 啊啊啊啊啊啊 這是假聲 真聲好像說話 說話不會說 你好嗎 不會這樣 唱歌可以這樣 唱歌有時候 啊啊啊啊啊啊 多一點氣 好像說話一樣 你好嗎 啊啊啊啊 你好嗎 不是啊啊啊 就是虛了 第二就是在口中 你不要上去的 你再試一次唱一次 你試一下 不用用咪的 你就這樣唱 啊啊啊啊啊啊 在下面沒有力衝上去 不要緊要 你慢慢練 下一個誰想嘗試的可以練 誰想嘗試的可以出來 好好好 你試一下就唱 你可以脫一脫口罩 你再講一下 摩摩 摩摩 摩 摩 衝出去 摩 摩 你也有氣 很好 很好的 音都是下低 你試一下 你的氣是連音 它的音又連下去 試一下高音 嘗試高音 嘗試高音 它的氣始終是好的 雖然可以穩定一點 什麼是穩定 嘩 是穩定的 不會嘩 這是誇張的 它不是這樣 它有些有少少失聲 軟了少少 而且它是在下面的 口裏 因為一定要練過才能去到上面 你沒有練過是去不到的 是否有人想試一下 我們是否在喉嚨那裏 你再試一下 你再試一次 嘩 你始終發聲都是在周圍 你又不是喉聲 喵喵喵 這些是喉聲 你又不是 不過你又沒有衝上去 即是未衝上去 嘩 你可以像學習 喊出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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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有时可以说 神很关心我们 时时和我们一起 就算是声音游 声音可以去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和我们一起 你发觉就算不用咪 声音都会出来 对于唱歌表达和讲话的表达 都是很有帮助的 大家有心机在家里练 上网找共鸣 叶牧师 就会看到不同的影片教共鸣 鸣即是口字边做鸟的鸣 共鸣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试过用一个鸢 吹口很窄的鸢口 吹口可以吹好共鸣声 基本上想引起 吹口 引起它周围共鸣的声音 那不是用喉咙用飞 喉咙只是负责一种东西 就是产生的音调 音调在这里反映 力是由丹田 气是肺撑着 丹田这里 其实你撑着已经有力了 如果要更加高音 喉咙可以唱到高音的地方 喉咙千万不要用力 有些人以为用力 喉咙就很硬 有些人唱歌很硬 因为这里用了力 你摸一下喉咙 唱的时候 喉咙会鬆的 你摸到喉咙会鬆的 你就是在做 即是放松 如果你的喉咙很紧张 你唱歌和说话 就会越来越辛苦 越来越沙 也会伤害到你的声音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咬字清楚 咬字清楚是另一件事 咬字清楚是口和舌头 牙 你没有共鸣都可以咬字清楚 多谢耶稣 每个字咬清楚 咬字清楚是口和牙 舌头的责任 和共鸣是两回事 有些人没有共鸣都可以咬字清楚 咬字清楚是要练 尤其是唱歌的时候 耶稣我爱你 每个音咬字清楚 让人听到你唱什么 《文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